理财APP 大原版A1310月底正式开幕 大原版强势进驻台北市新一区 有哪些稀客的秘密武器呢 新一区小小0.5平方公里内 就有14家百货云集 他们有哪些特殊的行销术 吸金的能力怎么样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 金周刊副总编辑刘玉清 玉清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继微风南山之后 又有一家重量级百货加入战局 那就是大原版信义店 这家百货开幕之前 门口正前方就有苹果旗舰店 除了这个之外 原版A13还有哪些秘密武器呢 是我们这一期的金周刊杂志 其实是针对我想大家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很熟悉的 台北市新一计划区 这个题目做了一个非常深度 广度兼具的专题报道 那新一计划区有什么好做呢 我每天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这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呢 其实大家不知道 其实这个我们每天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这个小小的地方 是全世界百货公司密度提高的地方 它小小的0.5平方公里 每年在这里会产生700到800亿的消费金额 是全球吸进密度最高的区域 的确啊 听说去年12家百货公司就创造出700多亿的惊人消费 那今年微风南山还有10月份的原版A13加入战局之后 搞不好这个消费金额会再往上推高到800多亿 那刚我也问到说 原版加入战局之后 苹果旗舰店之外 A13还有哪些秘密武器呢 其实因为原版A13这个百货公司呢 到今年10月底才要正式的开幕 那到目前为止呢 他们都把这些里面的到底会有哪些品牌 哪一些特殊的柜位要进驻 列为他们的最高机密 但是根据金周刊的这个独家侧面了解呢 其实原东百货为了这一个这家百货公司要开幕 其实准备了十几年的时间 那这一次绝对是这个精锐进出 因为这块地他们飙下来已经快要20年了 所以其实他们准备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光第一套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苹果旗舰店 老实说就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因为过去可能我们都看过这个Apple Store 这个苹果专卖店 但是这是台湾第一间全球苹果只有25间的苹果旗舰店 那如果有路过的民众 我想大家都会忍不住的这个柱竹来多看几眼 因为老实说外观非常的漂亮 那甚至于如果你可以有机会从高空俯瞰的话 其实它从上面看下来是一个这个苹果笔垫的一个屋顶 其实它每一个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 那苹果第一笔的这个苹果旗舰店就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敬艳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好戏在后头呢 那据说一个是大家都很多的乐高民都非常期待的 我们俗称叫乐高大人店 其实是乐高授权的专卖店 那大家会觉得乐高积木我们不是LEGO 不是大家从小玩到大 很多的百货公司或者是玩具版斗层里面 其实都买得到乐高积木 但是这家店很不一样 它其实简单说就是一个小型的乐高乐园 它不只给小朋友玩 它也给大人玩 听说占地很广对不对 占地大概有100坪 然后再开在原版A13的三楼 然后在里面 其实你可以玩到非常多非常多 都是现在的在台湾的乐高的这个玩具店里面 买不到的或者是组装不到的一个新奇的产品 还有很多创意的组装方式 是除了苹果旗舰店乐高旗舰店之外 还有哪些比较可以稀客的方式呢 就原版A13来说 后面就有很多的 因为现在百货公司 其实我想吃应该都是每一家百货公司的一个重点战场 那包括他们可能会引进顶太风 他们可能会引进从高雄不远千里 请来的这个阿美饭店 它是第一次在百货卖场里面设店 然后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享食天堂的这个吃到宝餐厅 他在这里开了一个全新的品牌 是日本料理吃到宝叫旭集 那占地都是好几百货的 那甚至于如果是喜欢精品 重视精品的听众朋友 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其实销售非常惊人的AP表 在这里开了一个一楼二楼的旗舰店 那从这个精品到美食到苹果旗舰店到玩具的LEGO 我想圆百A13应该是好几大的秘密元器都准备来瞄准这个市场 其实新光三月是最早进驻信仪区的百货 一口气还开了四个馆 这四个馆到底怎么区隔的呢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每天常常都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新光三月的这个A8 A9 A11在里面叫来叫去 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搞不清楚哪一个馆是哪一个馆 但是事实上新光三月这几年为了应战 因为这次有圆百A13 前不久其实微风陆陆续续在这几年 其实在这里开了好几个馆 那其实老大哥是新光三月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这个悄悄的这个全面戒备 那确实是把这四个馆其实做了更详细的分众 那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 我想很多的年轻这个新手爸妈都知道 这个新光三月里面有一栋叫A8 那这个A8呢 其实在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亲子乐园 有非常多的亲子餐厅 有很多的帮小朋友设立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购物空间 那新光三月其实很成功的打造的一个方式是说 可以让父母在这里放心的用餐 让小朋友在这里安全的玩耍 那确实也因为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楚 所以其实去年他们其实光这个馆的营业额 足足成长超过10% 现在有些馆也把顶楼拿来利用 像新光三月A11他把四楼变身为篮球场 还办过上百场活动 另外ATT for fun也把楼层改造成为 新医区唯一可以办户外婚礼的地方 这是不是也是蛮受欢迎的 我想在这个地方确实寸土寸金 大家都在争取评效 那连以前大家都不太忠视的这个顶楼 以前很多都拿来就是闲置在那边 或者是一个露台 那大家都拿来充分运用的现在 那包括刚刚主持人讲的 有人把顶楼拿来 ATT for fun 他拿来当成户外婚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 那从在这里结婚 一抬头就可以看到101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 拍网美照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新光三月也把一个大平台 大露台拿来改造 变成了这个篮球场 那晚上的时候有人在这里打篮球 那有时候有人在这里练瑜伽 在现在运动风当道的当下 其实这些东西 不仅帮这些百货卖场争取评效 增加租金收益 而且会带来人潮 我想这是他们最重要的 是其实ATT for fun刚好就在威秀影城附近 不过过去看完午夜场电影信区一片黑压压 不过现在呢 ATT for fun馆内到半夜还有吃有玩的 是不是跟过去很不一样呢 是其实过去我们常习关的就是早上11点百货公司开门 晚上9点半最晚10点百货公司关门 那其实现在这样的效益早就已经被打破 大家从不只争取评效争取空间 也争取营业的时间 那刚刚主持人说到 在威秀影城旁边的这个ATT 那你看完午夜场出来9点半之后 其实这个ATT光这个管理 光这个百货卖场里面 就有超过10家以上的餐厅都还在营业 不管你要在Pub喝点小酒 在夜店跟朋友聊聊天 或是你肚子饿了 你想吃饭 火锅 海底捞 这些餐厅其实都还在营业 等着这些看完电影鸡肠碌碌的消费者上能光顾 是提到吃金光三月甘愿为一篮拉面破例 所以一篮拉面成为百货公司内24小时营业柜位 现在包括了微风性高楼层的景点的点餐方式改变了 连101地下街统一百货地下街都有早餐可以吃了是吗 是其实从早餐午餐早午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到宵夜 每一场都是战场 每一餐都是战场 大家一餐都不遗漏 那其实最有名的应该是 就在那个转运站旁边的这个统一百货 他们的地下二楼叫早餐一条街 你如果早上七点半八点你在那里出学 你会发现哇这里是百货公司吗 这里是满满的人潮像菜市场一样 那是有名的早餐一条街 那其他的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101每一家的百货卖场 其实都已经瞄准早餐 你早上八点要在百货卖场里面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都不是难吃 有一些夜生活也来提一下 像微风南山48楼顶楼的 Selavi酒吧是LV集团开设 据说这里有101最美的夜景 这里也让潮男潮女趋之若鹜 是吗 我想这个Selavi提供的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其实这几年这种所谓的体验式行销当道 每一家卖场他们都在努力 这个炸尽脑汁在想 我要怎样提供这种花钱都不见得买得到的体验 那我想这个微风南山的这个Selavi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它会在微风南山的顶楼 那是最高的48层楼 那是刚刚主持人说的 它是LSVMH集团所开设投资的 也是现在全台北最夯最热门的夜店 在这里面呢 当然这个消费其实是不低的 据说一个晚上一把大伞 像海滩伞一样一把大伞底下 这个消费大概可能要将近10万元之多 但是这么高贵的这个消费 下不走消费者 据说今年跨年 光Selavi这家餐厅 一共当天晚上跨年夜 1500个人次已经全部卖光 其实由于新一区是一级战区 百货公司展开全球招商 像微风南山就有不少国际性的高端餐饮 另外呢随着近年来南市 时尚消费抬头 新旺三月和微风都开始瞄准 南性分众市场 是不是也缴出了不错的成绩单呢 是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这种亲子餐厅 其实业绩开红盘 事实上多的百货公司都在做更仔细的分众 那台湾的很多的百货公司的脚步 其实是吸成这个日本 那我想去过日本 比如东京的朋友 我想大家可能印象到很深刻 你在银座的街头 你可能看过三月百货 就在那里开了一个女士馆 开了另外一栋叫南士馆 就是日本的这个百货业的分众 已经做到可以为男性 单独成立一个一间一栋的百货公司 那我想台湾 其实当然是脚步稍微慢了一些 但是我想也追得很紧 那包括微风信义 包括新光三月 其实都有在开始在为男性的 这个时尚消费 做出分众 而且其实成绩都很不错 微风信义里面的男性的消费 其实已经三到百分之三十 那我想很快的 台湾的信义区百货里 信义区的这个百货公司里面 会不会出现第一栋的 这个专属男性的这个百货公司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 好 今天非常感谢 金周刊副总编辑 刘于清刘副总编辑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刘副总编辑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